汐止警方在交通稽查時 發現一名騎士駕照被註銷了 但是他自己卻毫不知情 直覺有益 正要進行進一步的比對的時候 這名男子竟然突然猛催油門 衝撞警察意圖落跑 當場被員警壓制 後來警方發現 他竟然是一名涉及四項罪責 藏匿了整整14年的捧氣犯 交通稽查發現這名騎士駕照已被註銷 但他卻一無所知 員警證覺得奇怪 下一秒他就想逃 你看 你做什麼 你做警察喔 你做警察喔 搞什麼東西啊 猛催油門意圖衝撞警察逃離現場 員警再一查 他報的身份證照片 跟本人完全不像 你老實講 你是不是同氣犯 不是 不是你都不配合 你中我是什麼意思 被員警壓制約束 還死不肯說實話 但又沒有哪逃得過 員警鷹眼 背負竊盜侵占詐欺 未造文書四條通 還熟記地底個資 毒壁茶器 逃了14年 終究落網 不過鏡頭轉到花蓮 又認卻一秒被抓 雙載機車左轉 沒打方向燈 被員警攔查 騎士神色慌張 一艘果然有東西 毒品前科的核心騎士手機皮套內立馬被遭到安非他命 這下百口莫辯 只能乖乖進警局 記者留幾家黃一軍黃玉蘭 新北花蓮採訪報導 新北市板橋一名理性男子他載朋友回家 騎車的時候他左搖右晃 被員警攔查 但是這名男子卻拒絕酒側 還咬傷員警的右手 這下不僅吞了18萬的聚側罰呆 也涉嫌妨礙公務 被判拘役20天 男子騎車搖搖晃晃 後座乘客還沒戴安全帽 遇上警方盤查 欸 你知道去哪裡 就沒有 支援支援 不要動喔 不要動喔 騎士看到員警鑽扣落跑 不願配合一路跑給警察追 不要動 我跟你講你家給我抓 不要動 你家用哪裡去 員警費了好一番功夫把他拉住 嫌犯卻突然失控 和警方爆發衝突 你也咬我 先夾 你先夾 大陸 凌晨3點多 新北市板橋發生警匪追逐 嫌犯被員警團團包圍 他居然嘴巴張開一咬 咬傷員警右手 幸好路過民眾 不顧手裡還拎著宵夜 衝上前 幫忙抓人 蹲下 蹲下 我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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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星嫌犯凌晨騎車載朋友回家 他滿身酒氣在路上蛇行 遇上員警攔查 嫌犯動手襲警 拋了200公尺落網 被依妨害公務送辦 挨罰2萬元 加上警方對他開出一張酒駕 據測18萬的罰單 這次代價20萬 在咬我 警方調查其實早就是酒駕累犯 酒行後變成自己太囂張 才會張口攻擊員警 也讓他吃上官司 記者林淑安 陸玉鑫 此外報報導 好 現在生活當中什麼人都有 來看到是台大醫院的急診室 有民眾報案說他的機車被偷了 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了 有一名男子他穿著花襯衫 大啦啦把民眾的車騎走了 玄縣找到人 這名男子竟然還很無辜的表示說 他因為自己去打了新冠疫苗 所以呢副作用造成身體不太舒服 看見機車沒有拔鑰匙 所以呢他就把機車給騎走了 那他說我想趕快回家 環節打疫苗的不是 這個是你吧 這個 這個 明明我們在急診室打一個歐洲拜 打一個歐洲拜 台大醫院急診室 擅自把別人的機車直接騎走 警方巡線上門 男子百口莫辯 是嗎 是 六節綿羊的衣服 對吧 對 對 對 承認就是自己因為他的特徵 真的太顯眼 連警方都傻眼直呼 他竟穿著墾丁大街 才會穿的花襯衫 跑到急診室偷機車 與同樣穿著亮橘色 超醒目上衣的朋友 一前一後逃離現場 但遭被鎖定 由於犯嫌衣軸十分特殊懸眼 警方隨即鎖定犯嫌的行進入境 警方靠著花襯衫 一天內找回失竊車輛 但嫌犯到案後 進攻稱會在醫院偷騎走別人的車 竟是這個原因 去醫院打新冠疫苗 打完後身體不舒服 看見急診室一部機車 鑰匙沒法就直接騎走 想趕快回家緩解副作用 但這名47歲寄醒男子 過去早有竊到毒品前科 不管偷車是不是因為打疫苗不是 還是得遭到法辦 記者黃英俊 黃玉蘭台北參訪報導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呢 今天第一天開打了 吸引很多民眾一早就排隊來接種 不少人都是為了等這個次世代疫苗 跟上一劑疫苗早就隔了七八個月 不過根據研究呢 第四劑打次世代疫苗 那麼比舊疫苗抗體效度多了1.68倍 醫生也表示了 與上一劑隔太久保護效力差異就更大了 而至於副作用呢 則是與原始疫苗是差不多的 大多是輕重度的這種副作用 一起來看 一大早接種站民眾大排長龍全都是為了來打疫苗 BA點萬次世代疫苗9月24日開打 北市由5家醫院接種 其中台北田進場接種站出現施打潮 你政府的政策有問題嗎 老早就該買了 第一階段可接種族群是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和長照機構住民 以及十八歲以上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 不過符合資格的民眾可要特別注意 次世代疫苗不能當作第一劑打 而且跟前一次疫苗要相隔三個月以上 國外研究更指出 第四劑打次世代疫苗比舊疫苗抗體效度多1.68倍 抗體一點點的一個提升 你上次的感染或上次的接種已經太久了 保護力都已經退的話 就會產生很大的保護力的一個差異 進入秋冬恐怕新冠流感雙重夾擊 十月也將開打流感疫苗 可與新冠疫苗同時施打 但需要一隻打左手另一隻打右手 醫生也提醒不舒服可能會加倍 在面對國門即將大解封 符合資格的民眾能打就快打 這裡請楊宗彦台北報導 意外消息來關注了 今天清晨五點多 在新北盧州傳出了鐵鼻工廠 發生了大火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現場是烈焰沖天 遠遠就能夠看見這個濃煙直竄天際 消防隊獲報之後 拍出了上百名的消防隊員緊急灌救 最後在七點半左右順利將火勢撲滅 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天空被煙霧籠罩一片霧蒙蒙 多輛消防車在路口隨時待命 收到收到 目前目前來了第一面第一面 直擊火在現場火車不斷從屋內竄出 橘紅色火光伴隨著黑煙 幾乎快把鐵皮屋給吞噬了 不時還伴隨著爆炸聲響 消防人員補多條水線 分秒必爭灌咎 像農地板已經都是水痕 火勢還是燒得非常旺盛 老闆緊急趕到現場 看著被吞噬的工廠滿臉無奈 台電人員也趕到現場查看電箱狀況 就怕被火焰波及造成二次爆炸 24號凌晨五點多 新北盧洲三明路580號鐵皮屋工廠 突然全面起火燃燒 火勢瞬間蔓延 就連周圍的工廠通通逃不掉 三明路燃燒了四間工廠 中正路六間工廠也慘遭波及 中共十間工廠遭火紋身 燃燒面積達到了790點 經過百名消防隊員努力搶救 火勢在7點25分順利撲滅 所幸現場無人傷亡 期火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您是跟王雲廷新北採訪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寶器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